所以說一道一清淨 一畏一解脫 就是同一條道路 同一個道理得到同樣的清淨 就是沒有分別 沒有差別 一畏 乏畏 那麼解脫一解脫 就是說佛陀是這樣解脫的 佛陀是依這個方法得解脫的 你也依這個方法 你也得到跟佛一樣的解脫 佛陀是依這個方法得到這樣的功德 具足這樣的功德的 你也依這個方法 也可以得到這樣的功德 就好像這顆蘋果 它具有什麼量 比如說它富含鈣質 鐵質 維他命C 那麼你吃了完全吸收 你就得到它 這顆蘋果完全的一樣 那麼我吃了也完全吸收 我也一樣得到 完全得到這個蘋果的完全的營養 你吃芭樂 你吃芭樂 跟我吃芭樂 是同一樣的芭樂 芭樂有什麼樣的營養 我吃了有這個營養 你吃了也一定有這個營養 番茄 那麼你生吃有這樣的營養 熟吃有這樣的營養 我用這個方法 生吃熟吃一樣得到你吃到之後所得到的營養 所以這個法 它就是這樣的道理 這樣的方法 那麼是一樣的 不會因為人改變 那麼誰來都可以 誰有這個方法 贈得這個道 他就擁有這樣的功德 所以同一道 同一親近 同一位 同一解脫 方便有多門 歸圓無二路 方法可以從不同 就是說可以從不同的路來 但是到達是一樣的 就好像說這個今天來這裡 有的從東邊來 有的從西邊來 有的從南邊來 有的從北邊來 但來到這裡都是一樣的 那麼所以像長江大耳從發源地起 有種種西間 就佛法 適應不同的人 說不同的法 但是你依佛所說的方法 慢慢慢慢就可以達到成佛的一步 所以種種西間 種種湖泊 種種江河 都匯入而投去大海一樣 到最後都歸入大海 一切法門無非是成佛之道 所以阿含經跟法法經中 稱佛法為一稱道 因為法法經只要是講唯一大稱 最後都會成佛 如果你努力的話 如果你不努力 不是說我做著 然後最後就成佛 不可能 不會 三寶是佛法的總綱 那三寶 佛法身三寶 後面會講 歸進三寶 我們後面再來講 這個歸進三寶 那麼是進入佛門的初期 你要成佛 你不信佛 那信佛不學法 你是不可能成佛的 就好像你說 我的志願是當醫生 你不讀書 不讀到醫學 因為你要當醫生 要怎麼當啊 你自作不認識 你怎麼當 沒辦法 那醫學的道理都不懂 不管你要考中醫 考西醫 中醫你要懂得藥劑 藥方 要被那個攤頭割卷 西醫 你要會手術 要會看病 要知道這是什麼病 你不學習怎麼可能 不知道那個理論 不知道那個方法 那你是不可能成為醫生的 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個歸進三寶 是進入佛門的初期 那麼三寶的功德真是無樣無邊 不可思議 但如不能 你看 無樣無邊不可思議 三寶的功德就無樣無邊不可思議 但是如不能歸向三寶就不能得到 因為 為什麼說無量無邊 因為佛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法 我們問題有無量無邊 所以當我們有佛法的時候 我們能夠解決一切的問題 我們的功德就無樣無邊 其實是這樣子 好 所以常常 所以我們不是有一句話叫做法力無邊嗎 法力無邊 這是無樣無邊 邊就是沒有邊際 沒有限制 法是佛法 力就是力量 你學習佛法之後 所 叫做是功德 就是功德 佛法的功德 就是在你內心產生的作用 就利用 作用 你有的佛法 好像你有眼睛是這樣 波羅金 今天不是有講 如人有沒有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你會分別 這個是善 這個是惡 這樣的問題是來自於這樣的原理 必須有這樣的方法去解決它 你有智慧 你就能夠 這個是桌子 木頭做的 用火它會燒 這個是牆壁 要擦遊戲 這個是電光 這個是日光燈 開關在哪裡 按了燈就會亮 這個是音響 開關在哪裡 然後講課的時候要開音響 這個很多東西就是這樣 那個是時鐘 那個是幾點幾分 如人有目 有智慧 這個分辨種種 見種種色 能夠知道這個產生什麼作用 這個是怎麼來的 然後這個 我們什麼時候要用到這個東西 我們的佛法也是這樣 這裡是什麼問題 它是怎麼來的 怎麼樣的人會遇見這種問題 他必須要用什麼的方法 才能解決這種問題 要用多少的時間 這個就是叫做法力無邊 佛法的利用 佛法的作用 讓你發現到問題的癥結 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一切的問題都因為 你知道它的問題癥結在哪裡 而可以得到解決 這個就叫做法力無邊 不是可以疑山倒海 飛天遁地 不是這樣 這個是神通 它不一定是法力 這個一般叫做神力 法力無邊就是指這個意思 就是沒有邊際 遇見什麼問題 就可以解決什麼問題 沒有限制 沒有侷限 其實是這樣子的 所以叫做無量無邊 功德無量無邊 指的是這個 你不要以為 你不要以為 這具有很大的力量 然後是神力 這不像小說看太多 掉進坑裡面遇到一個高人 一下子給你灌這個功力 一下子增加三十甲子的功力 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他這裡講 三寶有無量的功德 但是如果你不歸金 你就沒有辦法得到 那麼無緣受用 就沒有辦法 產生不了那種作用 正像不進入公園的大門 不能領略凌云花木的運勢 你進不了公園的門 你看不到那種漂亮 聞不到那種花香 感受不到那種舒暢 就沒有辦法 那你進入了佛法大門也一樣 所以發心學佛 第一個要歸依三寶 佛教的三寶是佛法身 老子也有三寶 老子三寶是什麼 有沒有知道 老子也有三寶 道德經 他說我有三寶 第一個詞 其實跟佛法差不多了 第二個是什麼 檢 檢去就是少益之主 慈就是慈悲 第三個 不敢為天下仙 去就是謙 老子說五六三寶 這個是謙 謙卑的謙 謙卦六搖階體 慈謙謙 道家的三寶 佛法的三寶是佛法身 後面會講 我們再慢慢講 很多人基本上連三寶都不知道 真的 都不知道 好 我們來看 第一個記 現在是開始講記而已 有海無邊際 世間多幽古 流轉起環墨 何處是一戶 好 我們先來看這個文 先看這個文 歸一要有求歸一的誠心 就是你首先學佛 要拿出你的誠心出來 那麼這個誠心是什麼呢 這經典講 什麼樣的心才是真正歸一的心 好像你落在大海裡面 像人落在大海裡面 隨波逐流 隨著波浪 海裡面有波浪 那麼 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那 事故忙 就大海很大 你就不曉得岸邊在哪裡 在這個生死邊緣 見到草樹浮鴨 也會伸手攀人 在圍擊的時候就隨便抓了 我們叫做雞不擇死 荒不擇立 那你在大海裡面 就快要沉默了 這時候草樹 大海裡面有一些水草 那一大群 你就抓 可是水草 你抓了它也會浮下去 浮鴨 就是那個泡 泡泡 那個也是你一噴就沒有了 那也會伸手攀人 所以聽到風響鴨鳴 也會大聲呼喧 以為有人來了 那麼求救護的心 懇切萬分 唯一就是想要得救 當然我們現在 很難有這種心 除非你受到很大的痛苦跟責任 就像鬼體系這樣 那一般人平常好好的 那種心不太容易伸出來 就是說希望我未來更好 所以通常都有這種得過且過 就是孤且你孤且元之 我孤且天之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比較沒有那一種 好像說 因為我們對輪迴沒有逼迫感 你看四弟 所以博多講苦逼迫 逼迫性 苦 就是說一般人對於苦的人 就是說沒有那麼苦 所以沒有那一種疾癮 就是像這裡講 好像大哀悅 我們還沒有那種感覺 好像快要淹死了 再沒有船來 我撐不了多久就要死了 還沒有那種心 但是苦有逼迫性 那大部分人學佛很精進的 都是因為 對於這個苦 世間的苦 那一般我們說的苦 基本上就是生活的苦跟生命的苦 人快死了 然後還很年輕 那麼他很惶恐 這個時候他那種心 求救護的心比較會有 或是他很年輕 但是面臨很大的痛苦 他將要不能承受 他希望有誰能夠幫他 那種心就會比較淺 那像一般的人這種苦 苦情 就是我們佛法就是 離苦之法 滅苦之道 基本上是這樣 但是取決於你有多大的誠心 取決於你想要離苦的決心 可是大部分人對這個苦 還沒有那種逼迫性 還沒有那種已經逼迫 好像火已經燒到這邊來了 古前菩薩說如舊投籃 好像頭都著火 火還在那邊燒 還沒有燒到這邊來 沒關係 等燒到這邊來 我再來開始 一般都是這樣 還年輕 等我老了再好好生活 我公司事業很大 等我公司事業收起來了 我的生活就再好好生活 冷度是這樣 好 那種誠心還不錯 但是真的 歸一張寶又有重心了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你在大海裡面 這個時候假設有一條船經過 那麼拋下神所後救生圈 神所後救生圈就是方法 引導你的方法 就是佛法 那你還不立刻抓住 盡量攀登船隻嗎 依著佛法 然後上了這條船 這條船叫做法船 那麼求歸一的誠懇 應該如落海者的求生一樣 這個才能圓滿成就 歸一的聖廟功德 所以現在 就是你必須要有這種心 那麼現在就以浮塵苦海來辟說 所以這個海是什麼海 這個海是什麼海 苦海 叫做苦海無邊 那我們來看 他說有海無邊 那我們稍微來講到這個有 好 有海無邊 記我們先說 這個有 不是有沒有的有 有是一種 他底下有講 有是什麼 我們先來講 世間以眾生為本 就是有情 眾生就是有情 有情是有生命的眾生 是世間現存的事實 所以佛親稱眾生為有 那每一個眾生像過去看 一生又一生無邊無際 在沒有了脫生死以前 未來也還是一生又一生 每一個邊際 眾生的生命有無限緣序 如大海的芒無邊際一樣 好 那這樣看起來 還是不是很了解 但是基本上他這裡 講兩件事 這個有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 我們先來講這個有 這個有不是有沒有的有 這個就是存有 這個有是存有 他基本上 我們講這個有是指眾生 有情 有是指有情 這個海是苦海 生死苦海 輪迴的苦海 那麼這個有主要兩部分 主要是兩部分 第一個 現實生命的存在 就是有情 就這裡講的 有情 有情是有生命的眾生 人是世間的現存事實 現存 生命的存在 我們叫做有情 有情 可是有情有兩種狀態 等下我們會講 比如說這個現存 生命的存在 比如說山有 比如說好 山有 山有是什麼 玉有 玉有 色有無色有 就是玉界的有情 色界的有情 無色界的有情 這個叫山有 玉有 色有 無色有 好 室友 室友 我往裡面講室友 室友是什麼 就是一個人 一個人存在的四種狀態 一個人生命存在的四種狀態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生有 生有 本有 時有 中有 比如說玉界的有情 假設啦 玉界的有情裡面 比如說 他剛開始出生的時候 這個叫生有 剛開始出生的時候 叫生有 出生到死 生到死之間 還沒來 剛開始來玉界出生的時候 這個叫生有 生到死之間叫本有 像我們現在就是本有 那等到我們要死了 死的最後一刹那叫死有 生有 死有 因為一直都有 生有 死有 生跟死的中間 像現在 就是本有 好 那死到生 死了之後還會生嗎 死了之後還會投胎嗎 死之後還沒到生有 生又變成生有了 死了 是死有 當下死有 死有之後 後來會有生有 死到生之間 還沒投胎之間叫中有 叫做中因生 這四種有 生有 本有 死有 中有 這四種存在 生命存在的四種狀態 好 那一般我們叫 四生九有 有沒有 我們回鄉的時候或是怎樣 不是 四生九有 四生九有 好 四生是開難事的話 九有 四生九有 四生九有 九有就是從御界色界來講 御界 御有裡面 你看 御有色有無色有 御界裡面叫做五去雜居地 他有五道 有時候說六道 有時候說五道 現在說五道 那麼 五去 五去雜居 那麼這個是御有 就是五去雜居 御有 這個一個 色有有四個 出壇 二壇 三壇 四壇 那無色界也有四個 那麼 無色界也有四個 空吾邊 四吾邊 無所有 非常非常非常 這加起來就九有 四個 四個 八個 一個 九比九個 然後最多還講到二十五有 二十五有 其實就是有情 有就是有情 二十五有是怎麼算的呢 那 御界 御界 他六道裡面有四二去 天 人 阿修羅 阿修羅 第一 二鬼 促身 就四個 二十五有 第一個 四二去 就六道裡面的 阿修羅 第一 二鬼 促身 就有四個 就有四個 算的比較詳細 那人 因為御界裡面有 御界裡面也有六道 那人裡面有四大宗也有四個 人裡面有四種 四種人 南岩母體 中聖人宗 北聚如宗 西牛河宗有四類 也有四個 那天呢 天有六個 六御天 這御界的喔 這個只是御界的喔 御界的就有十四個 十四個 御有 御界的有十四個 那御界的 御界的有七個 四禪 那就是再加上出禪的大飯天 別例出來 那麼四禪的五想天 還有五禁居天 把它別例出來 就是四禪本來四個 那在四禪裡面再特別把它 把它跟其他的有不一樣 其他的友情把它別例出來 就是飯天 大飯天 五想天 還有五禁居天 跟其他的友情不太一樣 所以就七個 色界就七個 就四禪 四禪天 然後 大飯天 四禪天有四個 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然後大飯天 飯 大飯天 一個 五想天 可能其他的友情比較不一樣的 五想天 一個 六個 然後最後一個 是這個五禁居天 就是三國聖者升到的地方 五禁居天 五阿納涵天 一個 就七個 十四個 這七個 就二十一個 那無色界有四個 就剛才無色界有四個 無色界有四個 那就二十五個 二十一 二十五 二十五有 有就是這樣 那這個都是指現存生命的存在 另外一個是什麼 他後面說的 那麼每一眾生 他們像過去看 一生又一生 無邊無期 沒有了脫生死以前 未來也還是一生又一生 未來也還是一生又一生 每一個邊境 所以生命流無限延續 所以是未來的有 未來生命的存存在 未來 未來生命 未來生命 明色源六露 六露源醋 醋源受 受源愛 愛源起 取言什麼 取言有 有言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 悠悲苦恼 就这样 这个有 这个是过去的 如果一三四两从因果来讲 无名行是过去 是明色六路 处受爱取 是现在 有生死 你现在的业 就在积聚你未来的有 是哪里有 是欲界有 是阿修罗 是祝生是天 是色戒是无色戒 不知道 可是还没形成 可是将会形成 所以这个爱取有 你看 无名言行行言是 是言明色 是言六六六六 处处言宋 受言爱 爱言取言有 这个也是有 这个就是未来生命的前站 有海无边境 只要在三界里面 它就是苦海 浮浮沉沉 有时候高一点 升天高一点 再高一点升射这天 再高一点升独色这天 那有时候很低 下到地狱里面 到无间地狱里面 做畜生 做牛 做马 然后有时候又 反正就这样 高高低低 浮浮沉沉 浮浮沉沉 在这个苦海里面 有时候沉下去 有时候又浮上来 浮上来 沉下去又浮上来 没有啊 没有船啊 没有方法啊 那大海那么大 你又找不到边 苦海无边啊 回头是岸 回头也是海啊 如果掉在大海里面 回头四孤亡亡啊 那你怎么看都没有看到边啊 所以要有方法 要有法传 所以假设你遇到佛法 你要像大海里面 要抓住这条船那种心 一定要抓住佛法 那这种心啊 这种心 它就是过一的心 好 那现在有海无边际 我们记得 这个有指的就是有情 就是存有 指的就是有情 那么有情的有 基本上 有这个四生九有的有 三有四有 解释绝有的有 这个是指现存生命的存在 欲界的有情叫欲有 社界的有情叫社有 无社界的有情叫无社有 那么这个有情里面 生命的四个阶段 生有 本有 始有 中有 那这个后面是 其实分的比较细一点的 那主要是这两个 欲界的有情 社界有情 社界有情 每一个生命里面的 生到始之间 有本有 始到生之间有中有 生到始之间有本有 始到生之间有中有 那我们就生死死生 不断的沦违 这个有就这样 这个有主要就是讲这个 现存生命的 现在生命的存在 的存在 现存生命的存在 未来生命的潜在 就是现在生命的 就现存生命的 现实生命的存在 也可以这么说 就现实 这里到这里讲的是 现实生命的存在 那未来生命的存在 潜在 如果还原 那是他将 像我们现在就已经 激进未来的油了 但是这个油会改变 在你还原投胎之前都会改变 像地下丁讲的 有些人就是善恶不定的 那个时候就还不定 那大部分的人其实都善恶多 你要生到哪里 差不多都决定了 就是说要往生 要往生之前 其实很多人去 大部分善恶越大部分决定 那 但是有一些人就还没决定 那这个是一般 也没什么作为的人 也没什么造恶越的人 他也没造什么恶越 但是就比如说像油浪汉 他也没造什么大的善恶 也没造什么大的恶越 这个时候就不定 那一般的人善恶有些 像学佛的人基本上还要看 如果你真的有在学 基本上都不会做善恶道 不会做善恶道 那么就算有造恶越 第一个他有忏悔 第一个他不断的善一定比恶多 学佛的人怎么讲 因为他知道 他有因果观念 他善一定比恶多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也很难说 有一些即使出了家 造了恶越都比造了三越多 我看过很多的 真的 有一些出了家 在北传基本上都要吃素 就吃肉 又喝酒 厂长又去看厂长又去唱歌 跳舞 打牌 然后送金赚钱 这个也是很麻烦 这种就是他也不懂佛法 他以为佛法就是送金 送了金就有功德 送了金不一定有功德 但是他送金一定有钱 那么这种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 功德是什么 就是你读了这本金之后 这本金对你产生什么作用 有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如果没有 有没有潜于默化的效果 但是这两种 你读了金知道 这个是应该这样应该就会做 马上你就知道要怎么做 就算你还不能做到 可是它影响着你 你想这么做 它有潜于默化的效用 如果没有 怎样 你没有 你读了金 你还这个样子像 前不久报纸不是有报吗 新闻报的很多 又吸毒 又同性恋 搞得这个样子 那他会因为他常常在送金 常常因为送金 他就消灾美赖门 他因为他拜仗拜很多 就会消灾美赖门 所以这个金对你有没有产生作用 他送那么多金 他还出家呢 送那么多金 有用吗 你根本就 他讲的英国对你没有警惕作用 他讲的善法对你没有引导作用 你没有办法跟他学习 你不会学嘛 他叫你你预料不善之法 结果你天天都不行善 都照那些恶业 表面行善 实际上不行善 心里想的跟嘴里说的不一样 嘴里说的跟实际做的不一样 那你有什么功德 没有法 所以佛法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告诉你业果他这样就是这样 你有布施人家知道不知道 你都有功德 就算人家收据给你写错了 那也不会 功德也不会送到别人给他去 收据会记错 名字会记错 功德不会错 业果不会错 不会啊 这个道理你明白了你就知道 人家知道不知道 人家感恩不感恩 对你已经做的东西没有影响 唯一有影响的就是 你做了有没有欢喜 有没有后悔 有没有继续做 唯一有影响的就是这样 就是你造了这个业子 假设你造了二业 人家知不知道你二业都会成就 那么可是你知不知道就有差别 如果你知道这个是二业 你有忏悔心 你知道二业会说后报 你会单外怕 你会减少做二业的机会 能够不做尽量不做 做了之后会忏悔 这个二业就会产生变化 如果你造了三业你知道 三业人家知道不知道 人家称赞不称赞 人家感恩不感恩 善业都是你的 功德都是你的 可是你做了善业之后后悔 你的功德就会缩减 你造了二业之后会后悔 你以后的苦就会重罪轻受 会缩减 你造了三业之后你不后悔 你决定心欢喜心 你的善业就会增加 不在于人家知道不知道 在于你知道不知道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诵经就是要明白道理 诵经明白道理 功德从心不从身因 诵经要明理 然后要净化身心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 就知道佛法真好用 你真的会感觉到法力无边 你开始会有法喜 因为你不懂道理 你的法喜就是什么 情感用事 感情用事 那不算是法喜 那个只是叫激动而已 好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现在先讲有 有海 这个有我们记住 它基本上就是只流起来 那这种有是存有 存有 那存有有两种 一种就是现实 现在 现存 生命的存在 那么未来生命的潜在 就潜流 这里讲的潜流 生命流 好 有海无边际 这样为什么在无边际呢 如回不移 生死死生 生死死生 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还在如回 一直到现在 什么时候能了 不问我 问你 你什么时候要学 要学多久 学多少 你掌握方法没有 如果你掌握的方法 它有断的意思 无始有终 就是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人为的 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人为的 不知道 叫没有个开始 无始有终 但是 有没有结束的一天 有 有解多的一天 有终 我们的人为无始有终 会结束的 可是假设你不学佛 那个叫做无始无终 没有结束的时候 你看有一些人也是这样 痛苦的时候 一直痛苦 忧郁症 不断的走不出来 一直往那边讲 一直往这样做 无始无终 没有解脱痛苦的时候 可是你开始走出来 要努力 我要改变我自己 但是 我一定要改变我年轻的时候 就得忧郁症 真的 十几岁的时候就得忧郁症 我很知道忧郁症那种心态 即使出太阳 你的天空都是灰暗的 即使出太阳 你的天空都在下雨 未来没有希望 过去是痛苦的 现在是茫然的 可是你要有一个心 我一定要走出来 你记得我这个心就可以了 然后要改变 慢慢改变 慢慢改变 忧郁症 如果你心里面就是 不如理思维 重复的不如理思维 你一般人自己走不出来 要有人帮他走 但是有一些人力量比较强 他也可以自己走出来 但是一定要自己肯定自己 自己相信自己 自己鼓励自己 这很重要 因为你不要寄忘别人帮你 自己相信自己 自己肯定自己 自己鼓励自己 一定可以 常常看到自己的好处 因为你是没有信心的 你对未来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你不想去做任何事 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不想教任何人朋友 因为做也没有用 因为做也没有用 跟你讲也没有用 做那么多也没有用 那么努力也没有用 就是这样 但是其实可以 所以你开始学习魔法 因为你会发现 不管我用什么方法 都不能改变我的苦 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陷入忧虑 可是当你发现 其实是有方法的 你开始有一丝的光明 你不要放弃这个光明 努力去寻找那个光源 走着走着光线就越来越强 信心就越来越强 动不动就哭了 那个时候人会比较自卑 然后越不跟人讲话 越走不出去就越自卑 总是觉得世界不公平 所有人都看不起我 我在什么努力都没有用 就是这样 但是其实是可以的 佛法 佛法 我们刚才讲佛法三个趋向 积极 乐观 自在 向上 向上 向解脱 一定是好的 你会发现到身心状况开始变好 你会发现希望越来越大 你会一天比一天好 当然你要努力 你自己要努力 自己常常要肯定自己 很多人会打击你 因为你确实表现得不好 可能因为你的环境不好 导致你自身不是那么好 很多人会羞辱你 会打击你 会攻击你 会看不起你 但是你从佛法的观点来讲 一切众生皆有福气 一切众生皆可以成佛 我们刚才讲 杨绝魔友杀了那么多人 所有人都想杀他 他也可以解脱 桌立盘偷鞋 那么笨 他的哥哥都叫他还俗 你不要出家了 丢人现人 他也可以解脱 莲花色比丘尼 年轻的时候 因为他儿子死掉 帐屋又跟他的女儿 发生关系 好像乱人了 那一大队很麻烦 他的痛苦没有人能够 现在找不到可以跟他一样痛苦的人 他后来放荡 堕落 放弃自己 在三个大城市做记忆 怎么专门 想到怎么专门去骗人家的钱 然后怎么去引诱那个男人 最后人家跟他打赌 要引诱那个沐县年 他沐县年有神动 沐县年已经淋起来 不然沐县年度化了他 一样正好玩 所以要肯定自己 做人不容易 做人而能够走到佛法更不容易 所以不管我们过去怎么样 我们的背景怎么样 我们的环境怎么样 我们单单可以做人 而且我们可以听闻到佛法 学习到佛法 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众生是一百万的话 我们至少排在前一百年 真的 你传想这个世界有七十亿的人 现在七十几亿了 七十五亿大概有 佛教徒 南传 北传 藏传 这些乱传的 不达五亿 真的不达五亿 不达五亿啊 有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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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一亿 大家都养用对白 他谁的 根本不知道佛法 真的有正性的不到一亿 你看 你们就在 而且这个是人而已 人 人跟众生比起来 人是爪上土 众生是大地土 你看看人有多少 最多的就是畜生到的 单单这个地球的老鼠 就忍着三倍 我其他的动物不要讲 蚊子 藏鸣啊 不用讲 就忍着三倍 其他不用说 大海最多的 大海最多的 这个地球 土地只有30% 那我高山 大海有70% 那你看 你看人是很少的 人不多 人里面能够学佛的不多 学佛里面有正见的不多 这吴亚兽已经讲了 然后这个 这个能够听闻佛法 听闻到大乘佛法 而且最重要的 他说难中之难 就是什么 吴过尺 就是你听了之后 能够依教奉行 你能够照着佛法的道理 今天去修行的 这样更难 但是我们总算听闻到佛法 总算得到人生 那就是 游太平梁 游到快到岸边 太平梁那么大 苦寒很便宜 我们曾经乳鬼多少 在地域里面一待就是 100万年1000万年 在寸生一做就是540 如果做寸生会很多事 要一次很短的时间 做狗7年6年5年3年 可是要做好几百事 做猪 想到才几个月大 烤乳猪 要去杀了 要做好多事 做鬼大概做一次两次 要做很差 一次500年 那做动物 一次一年要做500次 大概这样 那有时候天上 还有很难找 反正就是这样 一直一直 到现在 我们总算要出头天 快到岸边 如果这样看 大海 太平洋那么大 如果这个地方是太平洋 一个小细菌 从这边 有 我们都已经走到这个墙角 有东西有才游过来 做人 然后见到佛法 然后学习佛法 然后要修学佛法 所以一定 虽然现在受苦 那是你以前 如果来 只能这过程中 你还照了很多月 现在受报 没关系 我再怎么苦 我再怎么恶劣 我再怎么不堪 我烦恼再怎么出众 跟那一些 跟那一些 三途八难的比起来 我都在前面 真的 所以你这样知道了 你就开始什么 我开始了 你这样想绝对不会有医症 没有人比你好 你的生活可以不好 你的身体可以不好 你的事业可以不好 你的家庭可以不好 但是你可以学习佛法 这一点来讲 很少人能比得上 从这个世界来讲 阿拉伯的王子 那么多钱 有油田 可是他没有学习佛法的机会 他们一生就是要信阿拉 这一生已经没机会学佛了 贾博斯那么有钱 有学佛 他后来因为必学佛 可是现在也学不到 莫金那么聪明 物理学家 写了那么多本书 我记得我年轻就看过他那种时间简史 也没办法学佛 孔子那么厉害 身在佛 那个时代的遍地 也闻不到佛法 这样比起来 你比这些人 如果 如果佛在那一边 你至少是走在他们前面 你好想喔 真的 所以你怎么不把握呢 这一生过了 下一生 如果你不把握 下一生你跟法不定能源 不定能源 你只是跟佛法插肩而过 你不是走在乘佛之道 你只是从乘佛之道经过 然后就错过 然后错过之后就开始怎么样 就开始难过 为什么 苦海啊 苦海无边啊 真的啊 你好好想这个问题喔 就不断在痛苦 所以要把握 然后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常常要肯定自己 鼓励自己 要相信自己 因为我是从很痛苦的 这边走上来的 后面会讲到生存的问题 好 我们后面再来讲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我们现在不过是生命大海中 泛起的一个让头 生死死生 很长远 如果你现在有一个解脱的机会 你坐到这条船 如果这条船你再给他倾过 你不做好 一下子过了 你不晓得什么时候再会有船倾过 真的是对佛法 你为什么可以生生世世 生在有佛法的地方 生生世世 你虽然还没有解脱 你轮回做了 可是你生生世都可以生在有佛法的地方 两个原因 你跟佛法有缘 那你为什么跟佛法有缘呢 第一个 你心中有缘 你有学习佛法 你受此佛法 就是我们讲的 你修此佛法 你常常在修法 你心中有法 你当然跟佛法有缘 第二个 你父此佛法 父此佛法也跟佛法有缘 你会遇见佛法 但你不一定会修此佛法 但是你就是会遇见佛法 你遇见佛法会欢喜 他就有那个因缘 有可能你会修此佛法 但最重要的是你要修此佛法 修此佛法 附此佛法 附此佛法 修此佛法 我告诉你 你即使没有解脱 生生世世 被生在有佛法的地方 遇见佛法 哪里有佛法你就生到哪里 就是这样 所以也不用担心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抓住佛法 那时间快到了是吗 时间到了 那时间到了 我们先讲到这里 那后面还有 后面就讲到这个有 然后等到无产 讲到这个世间的现实 事实 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世间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生命 那么我们要怎么努力 你错误的人生观 会导致你错误的生活方式 每个人都取决 每个人生活的方式 取决于他对生命的价值观 不同的看法 所以这个价值观很重要 你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你的人生观取决于你生命的价值 是价值多少 所以怎么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后面就开始会讲 讲到这个世间的一个现实 事实 这无常计 集集皆消散这里 我们后面还没讲 就过去到先生未来 这个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 大家合掌合相 愿意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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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及于切 不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